今天我們來簡單的分享一下我們的攝影器材到底 簡單的分享一下我們的相機 簡單的分享一下我們的攝影器材到底上面裝了什麼東西 簡單的分享一下我們的攝影器材 簡單的分享一下我們的攝影器上面到底裝了哪些東西 這個就是因個人喜好 我就分享我的你們到底覺得實不實用 那就是看你們因為每個人使用用途跟使用喜好就不太一樣 那這個是我們的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那為什麼是4K呢 因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個Speed Booster 它可以乘0.71 所以它是乘兩倍的焦段再乘0.71 所以它會比超35還要再更廣一點 那我這個非常喜歡超廣角的人 又不想要去完全騙幅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中間值 就是比超級35還要再更廣一點的攝影機 然後這個Metabones還可以再加一檔的光 這也是一個非常非常我覺得真的是超級讚的一個優勢 就是你拍攝任何東西都會再亮一檔 真的是超讚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光圈再縮更多 那你可以讓更多東西在畫面裡是清楚的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優勢 就是超級35就沒有辦法搬到的東西 就是加了這個Metabones Booster 那這個整個兔龍 然後假設導管 這個導管也是因為這次拍攝 所以另外去買了這個導管 因為它比較長 然後它可以插比較後面 就讓這整個導管非常非常穩定扎實 那這個導管是炭行為的 那原本是想要買那個 不是鋁合金 那個鋼的啊 鋼的導管 但是因為鋼的導管看起來都是比較長的 它可能是給大機器用的 那像是這樣的25公分這種尺寸 那個鋼的就沒有 所以我就買兩根炭行為導管 那就是輕巧啦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負擔 那前面有加一個鏡頭支撐的 因為我用無線根膠 那這個小小無線根膠 其實馬達扭力還蠻強的 我也就是 我覺得還蠻厲害 而且它是直接插電池的 所以你不需要再另外去供電這個無線馬達 而且它可以用還蠻舊的 一天可能換一次電池 就可以撐一整天 就還蠻厲害的 那家的導管 主要原因是前面有這個 那個鏡頭支撐啦 因為這個馬達扭力 剛剛講馬達扭力很強 所以你一轉 這整個鏡頭跟這個鏡頭接環 是整個會一起扭動的 所以 就是前面要再加一個鏡頭支撐 不管是多短的 多廣的鏡頭 你一轉 那個馬達一轉 你整個鏡頭都會扭動 所以就是 加鏡頭支撐 整個相機會穩超多 可能你可以移掉 百分之九十 你之前會遇到的晃動 現在都把它解決了 那只是那個十趴 那十趴可能就是 在那個七十兩百的兩百端 你在那裡微小了 往回轉 那可能會 還是會看得出來一點東西 但是你正常的焦段 像是我這個 2435焦段 還蠻常用到的鏡頭 2435這個焦段 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你完全看不出來 到底 它在那裡跟焦 轉到後面 轉到前面 那個鏡頭完全不會晃動 你的構圖也不會完全 就是 構圖還是正常 因為你之前沒有這個鏡頭支撐 那構圖會往上 動一下 然後就往下動一下之類的 然後 供電系統 我全部都用 這個 MPF電池 就是整個 像是螢幕也是用MPF電池 然後 旁邊 下面 下面 ARCA 我全部都用ARCA版 反正就是加了這個刀管系統 然後再加一個ARCA版 因為ARCA真的是 我覺得 好用 非常好用 然後又很小 然後也很緊固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下面ARCA版 你也是可以鎖兩個螺絲 所以讓它不會一直扭動 嗯 不會扭動 這是一個重點喔 那整個 那整個攝影機上面 整個攝影機上面 用的這個把手 整個攝影機上面 用的這個把手 其實在劇情片 很少會用到這個把手 呃 可能啊 可能就是 大主要幫你去敲個位置 或是幹嘛的 然後幫你拿相機的時候 可能會用到這個把手 但是拍攝的時候 比較少會碰到這個把手 就是你手持 你也不會這樣子去手持 你一定會去上Easy Rig 或是幹嘛的 那重點講到Easy Rig Easy Rig 就是要去掉這個把手 所以這個把手還是存在 不然你其實可以 就把這個把手 把要上Easy Rig 再把放上來 嗯 對 沒錯 差不多就這樣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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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